这个房子其实最大的卖点是两个吧 一个它是平层 就是一个Rambler一层的房子 再有一个呢 它的院子非常非常大 差不多有半个acre的地 所以就是比较 很多人会喜欢吧 而且这个是有潜力 是有可能会分地的 这个房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也是staging做得非常漂亮 也是我们这个长期的staging合作伙伴 就大家我们会把这个联系方式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需要staging service的话 在下图附近的话 下图地区吧 可以联系他们 这个owner也是特别负责 他本身就是学这个室内设计的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用心 很用心的一些摆设 厨房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点缀的就是恰当好处 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 这个房子呢 其实我们做的很多房子都是啊 这living room跟这个kitchen的什么的都是通的 像我们这边也是啊 一进门之后整个就是一个敞开式的啊 敞开式厅 这边是一个厨房啊 然后这个房子生活区其实分成两块啊 厨房后面是一套主卧 然后几间客房呢 另外的几间客房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啊 啊 所以还挺好的 主卧有一个很大的窗通的会员 啊 然后有两个衣橱啊 就是啊 就所谓的heats and herds啊 这是这边这边有一个小的衣橱 这边有一个大的衣橱 大的衣橱肯定就是给你有人用的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卫生间啊 卫生间这个我们里面整个都是重新做的嘛 瓷砖呢 浴缸 马桶 包括这个洗手台什么都是 这房子很有意思 就是他之前的人呢 在这个里面 在主卧的里面 加了一个小间 这个这个就是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在这个 就是work from home 比较盛行之后啊 这个小间 你是做个office啊 还是做一个小的健身房啊 啊 或者是 啊 等等吧 就是非常非常讨巧的这么一个设计 本来原来那个地方 它可能是车棚 我们把它围起来了 围起来了之后 呃 就可能感觉更好一些吧 就增加了这个使用面积相当于是啊 然后这边是有三间房啊 我左手边这是两间 右手边一间 然后加了卫生间 这卫生间也是重新做了 这是双 呃 双洗手台的这个一个卫生间啊 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效果 啊 现在都流行这种灯啊 所谓的这种industrial 比较industrial的感觉的这种灯 这是淋浴 这边 这边的卫室 这是小朋友的房间 一般卫室的话 四间卫室 我们基本上就staging做 一般是做两个 一个主卫 然后另外一个做一个小朋友的啊 这个长扭路 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 应该还记得长扭路啊 每次这个staging的时候都有它出镜 啊就是呃 所以我们每次房子就装修出来的风格 和最后staging的风格都差不多 外面还有一个这个呃 日本丰树 后面院子啊 可以看一下后面院子很大 然后面院子这又差不多 因为这个季节草涨很快嘛 这个地方又需要再清理一下啦 我们可能下周找人过来清理一下吧 就在close之前 把这个院子再清理一下 啊 这样卖家搬进来的时候就会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啊 从这个角度看 这房子真的是很通透啊 非常通 呃 那这个房子呢 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挺不错啊 我自己这样转了一圈 也许做完staging之后 转一圈之后 我觉得让我搬过来住 我都愿意啊 而且这个院子非常大 然后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 呃 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喜欢吧 尤其现在很多人在家工作啊 包括这个整个房子格局 呃 这个主人房跟客房都是分开两两个两个区间啊 包括这个客厅也很通透啊 厨房什么的也都布置的都很合理 真的是非常棒 呃 这个房子呢 像我们呃 是当初是四十二啊 四十五万四十五万多买的 加上closing house什么东西 大概可能四十六万左右吧 啊 然后修的话修了是十一万多不到十二万的样子 屋顶地板墙 然后furnace 呃 呃 卫生间 厨房 电器 所有的灯 这个里面的门啊 还有所有的窗 踢脚线 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一些保温 嗯 然后最后卖的时候也卖得非常好啊 卖得非常好啊 这个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当时以为觉得卖七十五万左右差不多了 呃 结果这个卖到了八十万啊 这个 然后这offer也非常clean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contingency什么的 呃 所以这个deal算下来呢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deal啊 我们总共大概是赚了 就跑掉各种维修费用之外 closing cost router fee等等 总共是大概赚了十八万左右吧 啊 所以还是一个挺不错的deal 嗯 这种 呃 好多人会问我说 这个业 你为什么会找到这么好的deal啊 其实我们这些房子呢 都是这个从线下找的 就是买不是在什么 iMLS上买Zero啊 或者Redfin上找的 啊 都是我们自己做marketing 然后联系这些homeowner 就看他们有没有意愿卖房子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谈价钱 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相对来说竞争会少很多吧 啊 而且你就会有机会 会拿到一些很不错的deal啊 啊 像这种这种房子的话 他放在市场上卖 肯定是会卖这个价钱比较比较高啊 但是我们肯如果是在市场的话 肯定45万是买不到了这种方法 啊 就是off market 就会有这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做房地产投资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买的要够好啊 你买的好了之后 不管你是要出租啊 还是这个flip啊 还是要怎样怎样 都可以啊 你只要deal买的够好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错 啊 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啊 如果大家对我这个 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投资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点赞转发 啊 订阅的话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以后有更新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 我会定期跟大家分享很多房地产投资的实力 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投资方面的知识啊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